我不是這地太善勇了 這個老婆婆來 你會不會 一一跟大家做個分享跟介紹 那實際上最難得是 老師這次還是帶了非常多 將近40符以上的這個 我們所謂的鳥類浮雕作品 其實非常具有的精彩 非常具有看 那也這邊也邀請大家 過年時間到2月28為止 來參與我們這次 是王正雲老師的子力戰 我做出來這個動作 他是好像那個日本那種招財貓 那我們十虎是抱貓科 所以也是招財貓的意思 那我取名叫招財虎 十虎 有時候會誤認成他是貓 就是說 跟他建築比較壞 變成來笑 那個王老師不會 在國外的話 就特別想要 他們 老師各展讚 對 一起到2月28 彰化縣文化局 特別在這個 我們普新虎張西館 邀請我們彰化呢 特別有名的這個 旨意創作的老師 王正雲老師舉辦這個旨意各展 那王老師呢 其實是我們彰化非常優秀藝術家 他的旨意也是 享譽國際 他曾經獲得 國際鳥展的鳥類創作組的第一名 作品也曾經在加拿大 英國以及這個紐西蘭展出 那他的作品 曾經獲得英國的黃江鳥會來收藏 那王老師呢 他的作品呢 非常具有個人特色 除了這個傳統的紙花之外呢 還有這個鳥類的浮雕 他也極力推動這個鳥類寶玉的部分 可以說是我們台灣呢 也是彰化呢 非常有名的這個藝術創作者 那老師的作品非常具有個人的特色 別墅一格 那除了這個傳統的紙花之外 這次帶來這個40幾件的鳥類浮雕作品 總共有60件 歡迎我們的鄉親呢 在過年期間呢 來到鹿港遊玩的時候 也順便來參與我們這次 黃珍文老師的這個藝術創作個展 那配合新春期間 我們福興古昌呢 除了廚戲跟廚藝修館之外呢 我們初二開始呢 就開始正常開放 也歡迎我們鄉親 到鹿港遊玩的時候 順便來我們福興古昌 參與這次我們黃珍文老師的個展 一個新年的時候 就會做那個生肖的主題 那虎年當然我做的是石虎 石虎齁 他特徵耳後有白斑 耳淺有白斑 那這個造型是像日本那種 招財貓的造型 那他是石虎 所以我給他取名叫招財虎 那他這動作一直招財過來 所以這一張在這次的展出 算是一個主要的主題 是因為是過年期間 所以特別有十幾件的 那種叫窗花的作品 我叫做連環監製 那有很多是虎年的 比如說虎兒有春 我在老虎的額頭上剪一個春 虎兒有春的好走到有春 那換成人的話 就是虎兒人就好走人 這是大家的願望 那其他還有 我剪了五隻黑面皮鹿 腳上踩著繩子 五隻黑面皮鹿踩著繩子 五鹿踩繩 所以叫五鹿踩繩的意思 那還有熊高票等等 都有那種 除了這個本身 比如說黑面皮鹿主題外 還有另外一層意思 比較吉祥的意思這樣 那這是比 比較以前我展覽的話 這種窗花式 這一次比較獨特展出的 所以大概這個 帶給大家吉祥啦 希望能夠引起共鳴 我才感覺到 一陣頭暈 發肆不夠啦 不好意思 老師你別這樣說 對啊 這是我的榮幸耶 15公分 看17條狂 比較大張的 就